今天台股试图收复 昨天大跌将近600点的试图 用力反弹 但可惜除了有些预证乏力之外 连成交量都出不来 可是没量不一定是坏事 今天带来一首 底辆故事变换起伏如何 波动起落不免有错 满满自尽行情别错过 机会不多要把握 大家好我是任玉凯 现阶段的是一个低量的形态 当然在低量的过程当中 就会起起伏伏 也许会是一个远看事项横盘整理 可是其实你在每一天的过程当中 你也会觉得说 这个起伏是很大的 可是重点是什么 接下来整个第四季是有满满资金 带动整个旺季行情的 好吗 今天的这个季线 我们先来看一下 昨天说季线得而复失 今天又有一点点的失而复的 季线位置22,347点 今天收在22,390点 好像勉勉强要收复了 可是老实说盘面的氛围没有很好 盘面的氛围没有很好 主要的原因在于昨天台股的 一个600点突然下沙嘛 外资也卖超了400亿以上 以至于今天的买盘 难免就会所所观望 所以今天成交量呢 3000亿都不到 以我们现在两点钟的时间来看 大概也才2793亿 晚一点会再加一些盘后的数据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外资卖了400亿 到底卖了谁 我们先从上市来看 来上市 不说不知道 竟然还不是卖股票 第一名跟第二名卖的都是ETF 然后第四名卖的是 这个老朋友 熟面孔美债 对吧 四跟五卖的是美债 美债正二 第六名又是高股息 又是ETF了 第十名也是台湾价值高息 所以其实 昨天的卖超是以ETF为主 当然也有台积电 好不好 熟面孔美债 可是卖债 这么说好了 之前我们讲过说 在降息之前 外资是明修占到暗度成章 偷偷的去买美债ETF 那因为美债ETF多数在贵买市场嘛 所以他就在贵买市场买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降息前他买的美债 现在都在到货了 来 昨天上柜外资卖套第一名 头等债 第二名00687比国债20年美债 第三名优息投资级债 第四名美债20年 第五名10Y 十年期的金融债 美国公债20年 元大投资级公司债 各位 前九名的卖超 通通都在卖债 对吧 降息前我们讲过很多次 外资是狂买债买不停 现在狂卖卖不停 当然这不得不讲到 联准会主席鲍尔 原本市场预估年底前 有可能还会降到三马 最乐观期望三马 甚至三马的这个几率 一度是超越两马的 可是现在呢 这件事情完全被扼杀在摇篮中了 好不好 因为在昨天鲍尔的公开谈话 他说了嘛 交息大幅的降息预期 暗示未来 两次的会议只会各降一马 他跟你讲慢慢来 不要急 这种比较激进的政策 不会是常态 对吧 他在强调他的这个主张 所以现在 十一月降一马 十二月降一马 大概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 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天 我会给你这份 周报的一个重要性 好不好 各位 每个礼拜天 只要你有加我的LINE的话 LINE在这个地方 在每个礼拜天 你都会抓到我这一份 台股的一个行势力 每天要干什么事情 像礼拜一 电价审议委员会 我也会提醒你 还有今天晚上 公布美国制造业指数 联总会主席发表演说 以及礼拜四礼拜五 有哪些重要数据 通通要公布 我都会在这个地方 事先提醒你 所以我老早就提醒你 包尔要进行演讲了 如果你有关注这些重要大事的话 你大概就能够掌握这些 足以影响到市场的重要大事 特别是如果你手上有美债的人 好 我们来看一档最指标的美债 来00687B 国泰20年美债 有没有看到 其实大家很担心 我看到这边杀下来 你没发现这边杀下来 它还杀不到一根停板 33.8跌到31.9 10%都不到 可是很多人 当然美债的幅度 这样就算多了 好不好 那以美债来说 对于整个联总会的态度 对于包尔的谈话 这种事情 它就会非常的敏感 美债最近很多人来问 他说这个 降息循环都已经启动了 怎么美债ETF 如果这样看的话 他会觉得说 怎么这个 好像在打什么 打个M头一样 有没有 蛮多人来问这个问题 降息循环启动了 启动了 美债像打个M头一样 其实昨天我跟大家讲过 如果你是因为 降息循环而投资美债 你不要看那么短 你不要看那么短 没有人这个什么 投资美债在看一天两天的 好不好 不要挑语病 也没有人在看一周两周的 也没有人在看一个月两个月的 真的一个月两个月 它都算短 可是你拉长线来看 它是会赚钱的 好不好 你看这样子一周两周 没准啊 对不对 你拉长线来看 是会赚钱的 有一个这个图片 来各位 这是我的草图 这个是什么 这我在股市福利社 解释过很多次 黄色的这个线呢 是美国的基准利率 然后蓝色这个是什么 TLT 也就是美国的长期公债 来你看哦 每当基准利率 黄色这条线 急速下降 降息的时候 来看一下TLT有没有涨 都是会涨的哦 都是会涨的哦 好不好 来再看这边 一样哦 这是2019到2020年 有没有 黄色的 美国基准利率 急速降息 美债狂飙 美债狂飙 所以它就是一个 悄悄板的关系 只要降息循环启动 美债就会涨 它就是一个悄悄板的关系 所以投资美债 你要拉长战线 因为你这样看 好像这是一个 很迅速的时间 各位 我们下面这摆的是年 我们这一个坎 这是两年 所以你看美债的上涨 它是一个历经 中间也不 难免会有一个震荡 对吧 可是最后它的大趋势 是这个样子 最后它的大趋势 是这样 只要美债 只要基准利率 还存在一个降息的 循环阶段 它就还有机会 继续的去创高 这边也是一样 对不对 继续的创高 所以投资美债 你要拉长战线 甚至你可以慢慢买 定期定额买 不过我要先提醒你 它可能不会赚很多 它可能不会赚很多 就如同你这样看 好像跌很多 其实它没有跌很多 10%都不到 好不好 因为它毕竟就是债 它赚钱的速度 就是不如股市 好不好 它的速度就是不如股市 这时候你反而要 逆向思考 外资如果开始卖债 钱要去哪里 外资卖债之后 钱要去哪里 本来买债的钱 就是卖股票来买 美债ETF的 那现在美债ETF 陆续在出场 你告诉我这些钱 应该回到哪里去 对吧 所以外资卖债的ETF 是好事 那当然今天 台股好像在进行 所谓的季线保卫战 因为有一点 多空暧昧的氛围 到底现在 是不是一个进场的好时机 我再次提醒大家 本周的震荡 虽然说昨天是遭受日股的影响 可是本周 我们本来的设定 就是会有震荡的 而且我们是在上个礼拜 就跟你预告的 对吧 我在上个礼拜 我就说了 10月初会有一个 短线上的变数 因为今天要公布 美国制造业指数 礼拜五还有 非农就业数据 和失业率 所以其实这个礼拜的震荡 不论是因为谁 本来我们的规划 这就是一个意料之中 而由于我们是 看好第四季行情的 不论是基本面 对忘记效应嘛 不然为什么 历年第四季上涨几率 高达九成 而且涨幅还不算小 对吧 平均涨幅6.68个百分点 或者呢 资金面筹码面 现在有所谓的 五大资金狂潮 最强第四季 是有可能启动 对 降级循环 台商资金 房市资金 人行就市 以及外市的大中华买盘 它其实都说明了 今年第四季 行情可能会非常非常好 你为什么要错过 你为什么要错过 现在很有可能 是第四季之前 你最后一个 可以逢低进场的机会 甚至很多股票 可能都在酝酿 起涨前的最后整理 等等我们来带大家看 几档股票 休息一下 好 直接来看 昨天我说我买了 00665L 也就是富邦恒生国企 正二 结果今天呢 马上落产 马上下跌 好 首先 有买 也真的目前是亏损当中 可是我不会因为跌 就避而不谈 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好不好 我们不要跟其他人一样 跌就不关我的事 好不好 有买 有跌 照样拿出来讲 甚至今天我还会再讲几档 跌的股票 跌反而是机会的股票 好 我先把这样讲完 其实昨天 昨天的这个切入点 确实没有很好 坦白讲这有点追高嘛 对吧 那我为何还要买 我为什么昨天明资 已经涨多还要买 我说过我进场的原因 因为今天开始 中国大陆放十一长价 可是长价前夕 陆股有没有廉价钱的卖压 来 各位 来这上证 你觉得 放长价 放七天 陆股有廉价钱的卖压吗 所以第一个阶段 你大概知道 这一波的上涨动能 它还没结束 好不好 这一波的上涨动能 还没结束 而且上半段 我们也看过嘛 这一波人行大宽松 它的资金效果是什么 来 各位 资金效果是4.5兆 好不好 人行就是大猛 总体可以释放出来的 资金效果 高达4.5兆台币 一亿的人民币 一兆的人民币 所以你不要觉得 陆股 涨这样子 2689涨到3358 很多了 跟你讲 资金那个是更多多多多多啊 好不好 可是陆股现在因为 十一长价 修饰啊 请问你 没得交易 资金是不是就有可能 往港股流入 再加上我们买的 来 各位 它叫什么 富邦恒生 国企嘛 政二嘛 对不对 它是有国企色彩的ETF 这档拉回 我还是会持续加码 好不好 拉回 我是会持续加码的 至少加码 港股的ETF 你会比加码 美债ETF 更快看到效果 没有所谓对错 但是会更快看到效果 至于其他比较 纯粹 陆股色彩的ETF 例如什么 元大护生 三百正二 或者是这个什么 中信中国 五十正二 等十一长价 快要收价钱 我会再来买 好不好 十一长价 快收价钱 再来买 好不好 那陆股的部分呢 确实很多人就担心说 这个2689到3358 这个已经涨幅多少了 这个是不是涨太多 而且量又出来了 基本上你不用担心 这个叫做短线狂热 短线狂热 注意我的用词 我说说狂热 而不是过热 短线狂热 这样看你觉得 三千三百点很高 可是呢 你怎么不这样看 这样看呢 好像没有很高 好像只是快要挑战前高 如果我们再这样看 我们切个月线来看 你们发现 上一波的高点在五一七八 上上波的高点在六一二四 请问你 现在它也才 三千三百点 你要说它未接高 我完全不认同 好不好 你去跟过去比 它来过三千七百点 它来过五千一百点 甚至它来过六千一百点 现在三千三 你说它未接高 我完全不认同 尤其现在在整个 国家政策的引导下 冲启量 这个只是叫做 第一批资金的回流 第一批先行者资金的回流 对啊 你看它一路往下 往下破破破破破 一路往下破底的 这个跌跌不修 跌跌不修之后呢 钢拉起来 量第一波刚放上来 这个只叫做 第一批资金的回笼 我就讲了 这几年因为疫情 太多外资都出走了 对吧 以前我一些外资的同事 派出在中国大陆的 派出在香港的 以前都要抢 抢那个外侨学校嘛 因为他们会让小孩 念国际学校 抢破头啊 那名格抢破头啊 现在不用 他拜托你去念 因为太多外资都出走了 所以现阶段 只是第一波的回流资金 回到路股而已 操作面你可以把它称为 建立基本部位 这只是在建立基本部位 各位从2689到3358 这一波的资金 只叫做建立基本部位 加码的资金还没回来 好不好 加码的资金都还没回来 那你说 陆股跟台股之间 会不会有排挤效应 资金都被吸去对岸了 当然这种效应一定会有 这种效果一定会有 因为你看昨天就知道了 陆股强 港股跟着强 但是没有带动我们 反而我们跟着日股一起跌 因为毕竟我们跟对岸 现在就是不同的经济个体 港股就有一定的联动性了 可是中国大陆的吸金效果 最后还是会外溢 4.5兆太多了 就像我昨天讲的 光是外资要流入到 中国大陆的资金 7.3比 对不对 以前的惯例就7.3比 对 陆港大概7 台股大概3 所以外资资金回来 现在陆股最低 我当然先买陆股 可是它还是要考虑到 整体的资金比重 因此最后台股 还是会收费的 好吗 接着看股要了 来各位台积电 连续两天 收一个大黑K之后 今天终于涨了1.5个百分点 这几天它比较闷 它大概还会闷到 10月的16号 或者10月15号 因为10月17号是法说会 这几天可能大概 就在这个上下晃荡了 如果台积电一不小心跌下来 看到八字头怎么办 虽然现在972 比八字头有点远 可是万一万一 不小心跌下来 看到八字头怎么办 一定要用力买 一定要用力买 因为不是不见得没机会 还很远 但不是没机会 对台积电的看法 我说过 我认为它会来到 1200块以上 我认为台积电 会来到1200块以上 但这是中长线 这是中长线的概念 也许明年 也许后年 I don't know 1200块 我认为它会来 可能明年 可能后年 可是这会是台积电的未来 你现在要思考的是 思考的是什么 不是台积电的未来 是你的未来 台积电的未来会有1200 但你现在要思考的是 你的未来 假设台积电 2026才看到1200 你有没有办法等得了 你有没有办法等得了 台积电在2026才看到1200 你有办法接受 两年时间 你才赚到33% 如果你等不了 你可以考虑像我这样的操作模式 快打 快打 这一波台积电是这样玩的 各位 这种台积电 这种大牛骨 我是这样玩的 来各位 8月5号 八字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来 你自己去对一下 这个日期 我们中式的logo 包含我在讲的当下 这个moment的时间 通通压在上面 真的假不了 假的骗不了的 欢迎你去对照 好不好 台积电813最低点那一天 我告诉你 八字头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接着呢 950 大概960 970的时候 我们已经先请你 在8月22号 做短线的获利下车 接着我们看到 又有个跳空大跌 9月4号那一天 889 最低888 我在这跟你讲什么 确实 八字头真的可以买 然后呢 9月13号 950附近 短线再出厂 再出厂 放在图形上 是这个样子的 来各位 放在图形上是这样子的 这里买 这里卖 这里再买回来 这里再卖掉 这样子一段 这样子一段 我跟你讲 这两段 不到两个月 快进快出 我们也赚二十几% 我们也赚二十几% 我昨天就有网友来呛我说 二十几% 也敢拿出来说嘴 我跟你讲 你即便台积电在这边 最低买 这边1025最高点卖 也才26% 好不好 最低点813买 最高点1025卖 也才26% 你有那个本事买最低卖最高吗 就算真的813 这最低点被你买到 你还得抱得住 你有办法经历这种 我跳空大跌的洗盘 两个月的时间坚定不移 然后你还得有能耐 前几天 卖在1025 你才有机会赚到26% 可是透过我们这样子 两波短线的公开操作 也可以轻松达到类似的效果 两支掌停板也赚得到 绩效不错 而且风险更低 你股票更抱得住 不是吗 好 这是台积电的部分 富士达 今天不错 有没有 又创收盘价的新高 可是我说过 没有的股票 我们不要去蹭它 折叠三雄当中 我现在手上只剩下 今天呢 看似一度差点要破底的 新日新 讲过很多次了 200元以下 都会是我针对新日新的加码点 今年目标上看250 明年度 好不好 甚至有机会再更高 但是我们要看到 明年度产品的一个进程 好 迅德 今天又涨停了 天哪 又创历史新高了 各位 从我公开告诉你 8月15号 我告诉你说什么 来看一下 是不是讯德 当天108 我跟你讲什么 主力成本线 105已经打出来了 到现在呢 105到现在 164 已经五成多 将近六成涨幅了 而且呢 昨天 我还担心你没信心 我是特别跟你讲 你不要觉得这是主力股 我跟你讲 主力还不想走 主力还不想走 对不对 昨天话才讲完 今天再一支涨停板 所以我是短线也赚 长线也赚 短线赚什么 快打部队期间 我是告诉你 115到130 形成一个区间 你这边进 130 短线先出 后面长线继续报 短的也赚到 长线赚很大 不就是如此吗 惠特 今天很强 各位分盘交易期间 再创收盘价新高 我说过了 长线 等我的目标价 短线已经出场了 但是长线目标价 就是在这 好朋友 万润今天也很强 好不好 今天也是很强的 加登 今天也涨4.2个百分点 今天台阶设备厂 好像都不差 反而好像在这个预先反应法说会一样 可是我说过 现阶段设备厂中的首选 我反而会挑 星云 矽光子的上权 已经很强 7.5个百分点 还有波罗威 这本来就是我们持续看好的股票 今天是没时间 早一天我要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矽光子的应用面 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产业 明明还没有开始赚钱 我会如此看好的原因 而且很多大户 其实你会发现 波罗威 大户是默默有在加码的 上权大户是有在加码的 反而是越震荡越用力买 然后来高利 连续回档4天 可是各位 高利大户有在加码的 千张大户增加了 2个人 如果高利真的这么差 为什么买1000张以上的 会从14个人变成16个人 大股东持有张数也是在增加 对吧 百分比也是在增加的 越点越买 那今天我再分享一档股票 今天就是分享了好不好 政要 政要 你这样看 好像很漂亮 对不对 W的黄金右脚 对不对 很漂亮 重点是投信 近期 满积极的 在买超 有没有 满积极的在买超 那8月的时候呢 8月法说会嘛 董事长自己出来讲说 上半年出货量的成长超过5成 而且供不应求 营收预计是这个 季季高 而且挑战历史新高的 上半年它的EPS已经3.68元 那挑战历史的高点8块 是有机会的 只是说这个点 坦白讲这个点 如果这样来看 我觉得这个点没有到非常漂亮 所以这种股票 我就会分2到3匹进场 分2到3匹 这边也许可以第一匹 那分2到3匹 可以保留一些万一回档 加码的空间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 满满的干货 因为我是真的觉得说 这个礼拜的震荡 当然这个是一个 意料之中的震荡 可是这个礼拜的震荡 反而是一个好机会 你要趁着这个时候 好好挑选一些筹码面不错 挑选一些基本面不错 而且有机会成为 第四季年底 法人大户用来作账的股票 你持续锁定我的节目 和我们的LINE LINE就在这个地方 小鼠WN16888 在我们的节目 林玉凯分析师YouTube频道 你也可以帮我加 按赞订阅分享 在我们的节目跟LINE 陆陆续续 只要我发现一些 不错的标的 被法人锁定的标的 被外资大户锁定的标的 我会持续的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 那一样 任何问题 欢迎你加入LINE之后 在我们的线上 都可以跟我 一对一的来做一个互动 你放心 所有的对话过程 只有你跟我 顶多是我们特助 我们这几个人 几个小团队看得到而已 所以说你有任何 持股问题 操作问题 或套牢的问题 都欢迎你在线上 跟我来做一对一的互动 或者也可以透过 等一下广告会 有零八利用专线 直接挂电话进来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同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